在這個時候更快樂 這個路有兩種解釋 除了生路之外 還有哪個解釋 心花露荒 哇 很開心 將快樂更加向上發展 路法可以衝冠 你的氣 衝到上頭髮 在那邊 條條頭髮 樹起的 可以撐起帽子 這個是路 所以這個路 起落之後再發展 好起藥 秋收了 哇 很豐收 我們可以過冬 那時候的喜悅 路 調轉頭 流浪 愛 見到死亡 受傷 做事失敗 我們有一種哀傷 我們那種情緒 能否和眼前的景相應 相應 相應 總結 所以去到殯儀館 應該有三分的哀傷 你千萬不要激笑 失言 你的情緒不當 現在的電影 電視 全部都是用來賣人恥的 所以全部都是搞激情 這麼多人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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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自己做老產 第一個老產是自己 你那種情緒高張 你知道嗎 首先毒害自己 現在很提倡 恢復餵人癌 但當你有憤怒 有悲傷 不可以餵人癌 為什麼 因為你體內的內分泌 會分泌出很多毒素 這些毒素 會進入血液 進入人癌 嬰兒子只有幾磅 吃了這些毒 會死亡 會受害傷 所以一個餵奶的媽媽 如果她情緒激怒 不可以餵奶 所以第一個 受害的是自己 你讀自己 有沒有問題 所以教書也好 不要怒氣 怒氣會 廢爐 還沒死 死了就死了 沒所謂了 現在的病 最慘的是你不能死 十年了 二十年才死 你看看淚風濕 關節炎 起床都爬不起來了 陰光 手指又屈不起來了 癌症 我認識一個朋友 十年了 全身劏暈了才死 不是一個人的苦 是家人的苦 現在人們經常說 我一個人的事 關你什麼事 你真是說得輕鬆 一舉恩的事 一切都關乎一家 第一件事 所以中醫說 七情所致的內傷 是佔了疾病的七成 所以你喜怒開樂 要平和 要適當 好不好 沒有了它 絕對沒有是不對的 所以要有 未發之中 眼前無境密 寧靜一點 但是眼前有境密來臨呢 一發而宗哲 能空能有 能無能有 能收能放 正若處子 動若脫道 你用心知道 不用它的時候 清淨無為 宗 一有要用的時候 發而宗哲 恰到好處 記住 恰到好處 就不是手正中間 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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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飛打活靶一樣 那個活靶去到哪 打到哪 你不能夠執著 所以萬之講 所互執一者 為己廢伯也 好像正台那樣 你真是固定 在中間 這樣就錯了 所以很靈活地處理 絕對不可以 互執不通 人應不應該要害怕 要 火燭的時候 如果不害怕 背不了媽媽走 你一害怕 哇 腎上線就飄上來 恐無有力 每晚都可以動 不要說媽媽 跑得特別快 哇 老虎來了 那怎麼辦 你不害怕嗎 你跑這麼快 你要淡淡定 老虎的午餐 你立刻要害怕 所以你看李小龍 就是用情緒 激動自己的體能 情緒 七情 是指揮 看法 所以要用 用到恰當 但你不要無情情 又怕到 怕頭 知不知 臨跳樓之前會怎樣 賴尿 怕到賴尿 賴屎 失控 不中節 所以你怎樣 在DQ 在情緒管理那裏 去學習呢 我們經書 一早說了 可以沒事的時候 清靜無為 無氣 但是你懷疑 大家能否做到 五年 這是內心修養 不是一朝一夕 不是一尊豆腐 不可以成仙 聖人之學 你能夠花一個月 三個月 你肯去做 訓練自己 包你有盡子 你絕對不會神經衰弱 現在很多精神病 你知不知香港 對於我最近才知道 很多人要吃藥 很可憐 如果你肯這樣修心養性 擔保你不用吃藥 你絕對不會有情緒病 因為你收放子 我要有就有 要沒有就沒有 但這個是極高境界 但這個是出路 苦樂由心 苦壓力在哪裡 你自己想 你自己想 沒有人能給我 這個人能給我快樂 真的嗎 你自己欺欺 這個人 搞得我很痛苦 真的嗎 不是 你自己給自己 你要看真點 自投羅網 自討沒趣 你的心而已 你的心 苦樂由心 你要看得通這個心 收放子 它發而皆眾志 它不是叫容 它叫和 為甚麼 陰陽條和 和 為甚麼不用容 容有兩個解釋 這個點出了一個宗 喜露可樂之味化為之宗 容呢 它用和來講 容有兩個解釋 容者 容也 還有一個解釋 容者 常人 古人 宋明 理學家 多數將它解釋為常道 但是根據這個課文來講 我們不用常道來解釋 就是用用 一個是看 喜露可樂之味法 一念不生 直靜的本題 當你一會動的時候 敢而垂通 這個是用 你怎樣用你的心 用心就是有喜露可樂 是吧 你用不用得適當 所以我們在這裡用 用者 容也 但是用有兩個結果 一個是不重節 一個是重節 一個是用得適當 一個是用得不適當 那應該用成怎樣 用得適當 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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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陰陽調和 內外調和 內外講身心 內外講自己和外境 內外調和 陰陽調和 這個是用的成功效果 所以用者 用也 而要用得怎樣 陰陽調和 所以用和 忠惡之道就是忠惡之道 好了 你看這兩位問題 跟頭加尾循業完全沒有關係 你看到這裏開始 剛才陳先生說我來到這裏有沒有問題 這裏是監獄 但是你如果說中的話 陰陽的中間都知道中 那如果是陰陽的中間 適當時站在中間 適當時站在尾 有少的地方亦有多的地方 這是什麼掛 伏掛 一陽來伏 只有一咬羊 但是他是適中的 在這個時候就適中了 這個伏掛尤其是說良知發言 群陰所厚一陽來伏 群陰是什麼?一切的物慾自私 在我心中充滿一切物慾 充滿自私 但是突然間良心發現 但是突然間良心發現 一陽來伏 一陽來伏 為什麼顏迴叫伏聖? 因為不二過 他不會犯兩次錯誤 頂籠犯一次 所以叫做伏 伏聖 因為他良知發言 因為他良知發言 一懺悔 悔是什麼? 永不再犯 在這個時候一爬羊 都是中節的 用稱陀來說 不一定要放在中間的 這個稱陀不一定要放在中間的 沒有東西的時候 拿出來 有東西的時候看你的輕重 可能走到最貼 可能走到最尾 可能走到最尾 沒有一定 所以就算那個連心位 都沒有固定 所以重節這個 不要打算是中間 所以患者說 執中無權 然後執一二 如果只是說他一定是中間 不懂權變 等於執一 不執一種方式 所互執一種 為何聖人要互執一種 互執的人 因為他廢白 荒廢了一百種方法 適當一點 但是沒有事的時候要空 要中 沒有事清淨無雲 有事從空中起用 從中體起用 就可以中節 等於你不種的 那塊田應該是保持 空液 不要有雜草 不要有其他種子 那塊田是爬乾淨的 是吧 你要起樓之前 那個地基要是 空液 天下之大會 我未寫黑板之前 這個黑板應該是 空液 寫完之後 你應該抹乾淨 我看東西 如果我戴眼鏡 如果有一點在這裏 看東西會不會真 看任何東西都多了一點 如果我戴了紅色眼鏡 看任何東西都是紅色 是吧 我戴綠色眼鏡 看任何東西都是綠色 我們不能心中有所執著 心中不能有先日為主 心中不能有相 你拍照 如果已經拍到一張在底 已經有個相在底 你再拍下去會怎樣 重點 假的 所以未拍之前 那個相底 應該是 空的 素三心 非四上 我們心中 對人對事 對之前 才要空液 空 是先歸中 歸中 中 然後有人 有物出現 從空中起用 容易重折 不敢擔保一定 容易重折 但是心中不空 不回歸中體 永無是處 一定不忠 是否體會這個 要注意 要注意 這就是內心修養的功夫 在中庸所提到的 有物理 所以在中庸 講到清淨的心體 虛無的心體 金剛經講 應無所住 我們心中無所住 有多少人看過佛經 我別說 這是中和制度 OK 那這種效果 會否偉大 我們至少要知道 對自己的修養很好 對自己的幸福很好 你可以管理你的心 管理你的情緒 你會不會再有不開心 你會不會還有心中有壓力 我心中有刺 我心中有石頭 還會不會有這些事情發生 你說 如果在做一道 沒有刺 沒有石頭 沒有壓力 沒有苦 沒有煩惱 因為你空腦 沒有 你煩惱是自己拿的 有些東西壓住在心頭 什麼壓力 拿來 拿來給我 你只要找得出 我就收 是沒有的 你不想它就沒有了 學懶惰 我不想 逍遙天上 最聰明的 不想 所以老人家有三寶 第一個聽不到 第二看不到 第三寶 不慘心 不慘悲 不入心 是不是 三寶 你想激死我 我遺產嗎 很難 拿不到 因為我又聽不到 我又看不到 我又不入心 這個是功夫 當你有這種內心修養 你的情緒管理 瞄絕 你絕對再沒有煩惱 苦樂又深 是不是 有錢一定開心 靚仔一定開心 有權力一定開心 不一定 是不是 我們經常說 以前臨代 臨俸 靚女 自殺 我們現在 你看 最近你們的靚仔 張國榮 自殺 心中苦 那個弟弟 才自殺 如果他心中 不是太苦 都頂不住 他怎麼自殺 如果我們學這些修養 學中庸 知道 你還會不會有這些苦惱 還不會有這些壓力 還會不會有這種不快 我可以說肯定沒有 是不是 你只要學得一半 你已經很輕鬆了 不用說學到真是可以一廉皆無 神仙是怎麼做的 心無宿物都便是仙 你心中無一物 能夠逍遙物愛 這就是逍遙的神仙 在哪裡做的 在心中做 不是上山求法 那些都幫不到忙 在這裡 好了 有沒有問題 講中 講完這兩句 下面講出那個效果 好了 至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 這個中是天下的大本 一人一個大本 也是整個天下萬物的大本 和也者 天下之達度也 通達無外的道路 行之久遠 好了 至中和 天地為然 萬物欲然 如果你推廣 至 推廣的意思 你能夠推廣 運用這個中和之道 由自己內心的功夫去做 中和全部是內心世界的功夫 但這個內心世界的功夫 是直接影響我們的言行 影響我們的處事 影響世界 它會達到幾大的效果呢 它說天地為然 萬物欲然 天地回復正位 我們現在天地正不正位 天地有什麼位置 在葉經講的 回應三才 整部中庸是與葉經相應的 過去的聖賢提到 整部萬子與葉經相應的 雖然裡頭沒有一個子相道 但是那個義理完全一樣 天生萬物 天有它的位置 它是負責生萬物 地負責養萬物 天地以生養萬物為它的職責 它的身份 它的位置就是生養萬物 要天地為然 就是可以幫助天地 它能夠生養萬物 但是最近你看看我們整個大自然 我們說呼籲大家要去幫助環保 因為大自然已經是死定 受到嚴重破壞 現在是大型 死定 我們怎樣去幫它 挽救這個地球呢 挽救這個大自然呢 靠誰 人 人怎樣可以幫助它 在中庸話要行中庸 大家都知道現在全世界 很多發達國家不願意參與 很多大商人大企業不願意參與 去挽救地球 因為他們怕賺少了錢 擔心稅收少了 是不是 這些是不道德的 中庸話 現在大地震火山爆發 天氣不停在那裡 變化到不適宜人 與萬物生存 其實就是不可以生養萬物 是不是 失衛 離開了它的管位 失去它的身體 現在其實大家有知識都知道 是人 處於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人 因為科技 追逐利益 我們破壞了大自 大自然的破壞直接影響人 而可能未必影響我們現在一代 但是影響最深的是 下一代 我們的子孫 我們以前古人 個個都說留一些遺產給子孫 但是現在我們現今的人 是逃空了子孫的財產 我們給它是一大灘的廢墟 他們要很努力地去償還這些債項 去建設這個爛灘子 我們中國在過去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我們中國是一個怎樣的無形世界 有沒有一顆螺絲在那裡 中國 經過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我們很多都是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才出生 有些不是 當時中國一顆螺絲都沒有 路邊的那些 坑渠蓋都沒有了 偷得是偷 燒得是燒 搶得是搶 是這麼窮的 你要建設這個社會 不要說社會那麼大 這個家庭破落了 你要建設家庭 難不難 很難 破壞三天 你建設三年都不可以 你是令到後人很辛苦的 我們現在就是掏空了子孫的福 根本是留下來的 只是富之澤 我們怎樣幫助挽救地球 挽救自然生態 還要挽救我們人類 其實不是科技、金錢、設備的問題 而是道德勇氣的問題 道德勇氣在哪裡 忠和之道 如果我們能夠行忠和之道、行忠融 我們管理好自己的情緒 我們好你做 適當我們天理良心的事 我們救到我們人類 救到自己 還可以救到天地 天地受到改變 所以天地以人為心 過去的聖言 他有幾個字項 是為天地立心 為生文立明 為往性繼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 改變天地的是人 改變天地的是人 人靠哪樣? 心 人為萬物之靈 大家有沒有看風水? 有沒有擺水晶? 有沒有擺其卵? 其實什麼都不用擺 擺誰在這裡? 擺一個人在這裡 因為人為萬物之靈 而人最靈的是什麼? 心 你這個心一變 氣場變 天地變 要注意 要注意 你不要捨起一些寶 而用垃圾 當然連寶也沒有 有垃圾也沒有 但你要有寶不用 真是很浪費 這就是心 忠和之道 自忠和天地為年 萬物越年 現在的科學正如這件事 講完這首歌 日本有一個水的博士 去研究水 他發覺原來水的crystal 就是結晶體 去到四度便變雪 我們香港很冷 不過未見雪 會變雪花 雪花就是那些結晶體 用放大鏡 顯微鏡一看就看到了 如果它的energy很好的時候 能量好 氣場好 它那個結晶體是很美的 但是如果它的能量很低 那個結晶體是很醜的 原來人的思想 可以改變水的結晶體 人讚美它 關心它 很美 如果人詛咒它 不理它 冷戰 人與人之間 最傷心的 不是吵架 而是冷戰 整年都不理它 這真是慘 他們做了實驗 不單是水表現出來 他們將三碗飯 放在門口 經過讚美第一碗 走到第二碗罵它 走到第三碗不理它 它是absent的 兩個禮拜後 有一個現象出現 第一碗不發霉 第二碗發霉 第三碗變了黑色 發霉都臭了 同樣是煮出來的發霉 但是你不同的心量 不同的思想 對它 原來它接收到 它影響到它 你要記住 我們首先影響誰 我們身中有70%的水 首先影響每一個細胞 全身的水 誰才中毒 自己情緒 情緒 本來很重要 思想本來很重要 所以練氣功有著想 練氣功第一個功法是笑功 學微笑 每日微笑三次 嘩 改變了 整個氣場變了 要注意這 中庸 第一教我們靜功 起爐 起爐 可樂之味法 第二 法爺 重節你的氣場 要用得適合 原來人可以影響水 即是可以影響萬物 影響動物 天地都受影響 不要小看 所以這一點大家要注意 真的 夠鐘 兩個鐘 都很好運 好 講了第一章 其餘的那些留給大家 好 選了出來的是講 一成 三達德 五達道 五達道 父子 夫婦 兄弟 朋友 君臣 三達德 智 仁 勇 一成 就是真成 後面大家可以參加 將來有緣 和大家學習 祝各位平安 謝謝